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一个传送十杯咯 我们直接下楼来 瞧瞧任务留言板 还在项目每100站我们多加一点的血量 根据各位的战术要求 我们来加26点的血量 现在就来分配 26加40等于66滴血 大概像这样 血量面板除了身体之外 通通多加两个心 并且技能点数还剩一些些 我们该如何分配它呢 汪在想啊 我之前不是有请大家做一个投票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 就回到汪汪主卧室 那个投票记录版班 就在这边 当初大家是最希望汪汪 训练我的吸血等级 再来则是 生命与闪避等级并列第二名 现在我们生命等级也练好了 我们就来把资源通通投到这一个强运强化技能吧 它可以增加四种数值 分别是汪汪运气点数 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我们之后可以再来看看 并且我们远战跟近战的暴击几率可以获得提升 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闪避的趴数 目前汪汪闪避高达13% 我们就来通通点下去点点看 我们可以高达个 我们是不是要点到 嗯嗯嗯 好想把它点到跟吸血同样的趴数哦 各位 这一切都是为了科学你们可以理解吧 所以汪汪打算再次回到 那个引毒修炼房 继续来跟着可爱白骨精双修人体的奥妙 白骨精姐姐太熟练 汪汪被尻出了如此的多多 我们就能来把闪避的趴数 继续点到50%咯 哦大概像这样 而且汪汪后来才发现这个近战跟远程伤害啊 我们滑哈可以看到 哦他是跟闪避同样趴数的耶 他们会一起升级 那关于汪汪如何跟白骨精姐姐快速双修炼等这档事 大家可以去看汪汪上一集的作者我朋友那部影片 汪就不多做介绍了 现在我们等待夜晚的绕来来看看 我们的闪避技能以及暴击技能以及幸运技能 有什么用途吧 耶 晚降临满地都是怪物 看看这个闪避技能 他们好像该打到我的还是打得到我啊 不然骷弓你射我试试看 你射我你射我你射我 我被射到了一下啊 不对我第二下也被射到啊 诶诶诶诶诶怎么有人在我背后爆炸了 你射我试试看 我完全没有闪避的感觉啊 但是暴击应该是有吧 50%应该很容易暴击吧 我来看一下 哦呦呦呦有暴击的光有暴击的光 哦呦呦呦有暴击的感觉啦 是的确蛮容易暴击的 哦好多苦力怕好多苦力怕 我来试试看远程攻击的暴击试试看 哦呦呦 överよよよよよ 有好了我要去装子弹了 暴击 再暴击 哦 玉髓库诶 有点厉害 甘女子备火 甘女子备火 発火 哎呦 好那是我最讨厌的东西 一个晚上测试下来的结果 不太确定那50%的闪避该如何发动 喔 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汪汪喔 跟那個幸運不曉得是不是跟打怪物掉他身上穿著的裝備有關 因為...不曉得是不是汪汪真的運氣太好 還是因為點了那個運氣點數的緣故 看 我們已經快滿整套的浴水裝了 都是殭屍身上掉的 莫名其妙 再來就是戰鬥暴擊的部分 這個回饋感就挺足夠的 我們這個系列稍微有點特別 跳砍敵人不會造成暴擊傷害 只能靠那個趴住來對敵人進行暴擊 所以都看到汪汪前面的時候沒有造成任何的暴擊傷害 即時跳砍也一樣 但是點了這個技能之後 我們每尻尻個兩下就會造成暴擊傷害 並且我們的暴擊傷害是會超過兩倍以上的那種耶 超級的厲害 因此還請各位留給汪汪這部影片 超過100讚的喜歡 你們沒給汪汪超過100讚的喜歡 我們就來給我們那個暴擊%數 多增加個2% 也就是說你們給汪汪超過2500讚的喜歡 我們就能讓我們的暴擊傷害超過100%喔 聽起來是不是非常外掛非常值得一試 那關於這個戰術要求 可能會有一些觀眾有些疑問齁 就是我現在只要再摸一下白骨精姐姐 我就可以練到1%啦 為什麼不這麼做 那是因為啊 汪汪趴我真的太外掛了 有些觀眾可能不能接受 我必須要先徵求大家的同意 我再來開掛 各位理解嗎 理解的話 我們就先回家一趟 整理一下行囊 再來再次出發冒險去 回來的路上發現一隻可愛尼亞斯 偷虧 偷虧仔 你要回家了嗎 他看起來要回家了 你要掉過去 你去啊 你去啊 他過去了 OKOKOK 他掉過去了 我們來把他拉回來 我們來把他拉回來 嗚呼呼呼呼呼呼呼 你要什麼 啊喔你還是掉了 喔喔喔喔喔 不QQ 這不是我的本意 欸欸你怎麼 你怎麼走 喔你偷睡我家的床喔 喔喔唷喔喔 他傳送走了 勾 啊哈 勾 哈哈哈 勾玩家也好玩 夜晚降臨 汪汪發現那邊有個特別貓貓的殭屍 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獲得他的掉落物之類的 欸 他 他 他就這樣被彈出去了 欸他飛到哪裡去了 啊他飛到奇怪的地方去了 那那那那那那那 喔 勾 喔不 尼亞斯把他避了 我太難過了尼亞斯 摸摸尼亞斯的小杯杯 聽起來超怪的啦 狗狗他的畫 狗狗他這個東西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這東西勾下來 喔哇 尼亞斯 你看我可以把你畫勾下來 我勾 我 It's very cool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以這樣玩 太酷了吧 哎呦尼亞斯有一隻藍色的牛 你有隻blue cow欸 他應該獨立出來 他很稀有 你不能把他放在其他牛圈裡面 來來來來來 我們把他推進去 來牛 進來 有有有有 我們 我們讓這隻牛獨立出來了 青金石牛 增強附魔 跟尼亞斯說掰掰 喔齁 汪汪家 嗯 雖然就在隔壁而已 趁尼亞斯還在線 我們來多還一點再吧 來給各位看看 汪汪另外打的兩個還債項目 每500讚 我們來給尼亞斯 整整一組的果醬 讓他吃飽飽 以及滿1500讚的話 我們就來去取得 豬豬生怪讚 根據各位的贊助要求 我們要來給尼亞斯 整整四組的果醬 跟 那個豬豬生怪蛋 我們這集來去獲得他 再務一個個慢慢還 先來到樓下村民交易所 找到農夫跟他購買大量的蘋果 再爬上大樓的頂樓 採集些許的甘蔗 掏出汪汪背包中的大量蜂蜜塊 看向分解台 分解之後不知為何獲得玻璃瓶 再用玻璃瓶分解出玻璃 最後看向合成台 合成玻璃罐 甘蔗炸成糖 罐罐內塞蘋果 再用糖醃製一下 就是果醬囉 帶著四組的果醬 來到尼亞斯的住所 喔嗨 正好撞見他在家 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來放我的木桶桶 汪汪就花了點時間 在尼亞斯的傳送石碑旁 放了一個非常桶的桶桶 上面的內容寫到 Dogger Eat收賤人西門血鮮肉 也就是尼亞斯配送員 一樣是我三位木拳 項目是吃的 我們現在就來擺一擺 四個果香罐罐 放成這樣剛剛好 再多送他一些金蘋果好了 當作沒事立刻跑回汪汪家 又提到了金蘋果 汪汪又想到 小白家的位置現在公開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 原本送他的金蘋果放在正確的位置呢 汪汪就來再次摸摸傳送石碑 這回傳送到光虎家 看看光虎家門前的小油箱 裡面的 喔這個金箱子還在耶 我們來打開看一下 喔裡面東西也還在耶 這個便條我們再去送一次 而小白新家的位置 其實距離他舊家超級的近 我們就久違的來 逃離三樓快速逃生通道 不斷的跳啊跳啊跳 爬上充滿小光臭味的阿白白就住所 暗暗門鄰前入內部爬上樓梯 找到羊妹妹詢問小白的下落 就從羊妹妹的屁股處 發現了前往小白家的秘密逃生通道 直直往前就能看到一個相當不自然的花紋牆壁 穿過小石橋登入大廣場 潛入阿白白的住所 放下金包包摸摸阿白白的傳送石碑 逃回汪汪家 嗯哼 一不小心時間又過去了好多呢 但我們還是來多冒險一段 開開路邊還沒有開過寶箱的房屋 順便找找有沒有任何小豬豬的蹤跡 已經看到小豬豬了 有沒有第二頭豬 呃浣熊跟豬有辦法交配嗎 你們有辦法生出小豬豬來嗎 我看是沒有 喔喔喔喔喔喔 那邊還有另一隻小豬豬 那我往就先拿出我的蘿蔔 還有我的籠子耶 發現周圍有四隻小豬豬 引到一塊來 我不小心連腕熊也引了一大堆來 你們交配交配 生出小豬豬 我要抓了你們的小豬豬 腕熊可以用龍子裝嗎 不行 欸 腕熊可以用龍子裝耶 太酷了吧 我們可以送小白一個腕熊 但我先裝這些小豬豬 再順便裝 多裝幾隻腕熊到小白家去 跟各位確認一下 小豬豬有兩隻 所以大豬豬我們可以來試試手氣 看看有沒有生櫃蛋 而且他會掉一個特別東西 油脂 喔可以做蠟燭耶 還可以做什麼油脂塊的 好像很厲害 去死 再一隻 最後一隻 沒有蛋 發現更多小紅屋 屠入內部繼續開箱箱 第一間都是垃圾 再看第二間 開寶箱 又是這個名字有夠長的蛋夾 開了兩間的垃圾 第三間總該有點東西吧 再開箱 還沒結束這邊還有最後的寶箱 好的好的 汪汪要來嘗試一個東西 我要來把這個流程機帶回家 我們來試試看 我點過他之後呢 我再把他Q出來 打開我們的背包 把他給塞進去 齁我把他塞進來了 路邊BONUS又發現了一個傳送石碑 費盡了千辛萬苦 終於來到了阿伯當初發現的村莊 然而汪汪已經有了村民生怪 但這邊對汪來說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就稍微寄個傳送石碑 隨時能回家 回家前不信邪 我們再開他一小屋 哇嗚這屋子裡面有電腦欸 挖掉帶走 一樣開寶箱 拜託再給我一點什麼東西嘛 阿伯伯都帶走了 好的好的 那今天這集呢 汪汪就是點了幸運強化的技能 一點幸運的感覺都沒有感受到 並且還光顧了小白還有尼亞斯的家送了點貨 以及終於抵達了小白當初發現的那村莊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六眼塑 嘿小白你是不是超想要這樣 感謝各位收看 BBBBB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哇你們手搖的不累嗎 來請你們吃